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今天我們總統無限保時系列要去蒐集的是周錫瑋 hiho 大家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就是虎哥的辦公室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把大家的問題 向虎哥這邊提問囉 那虎哥可以先跟我們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嗎 嗨 大家好 虎哥以為周錫瑋 台語的名字兩罪很小妹 謝謝 好 那我們馬上就請虎哥來接招 然後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是非常多人想問的 就是現在或者是即使是當時宣布參選的時候 不管從民調上還是氣勢上的各種層面來看 這次的黨內初選勢必都會相當的健康 然後而初選呢又有這個500萬的這個報名費 看起來成本其實蠻高的很可能會附進去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為什麼還會想要參加這次的黨內初選呢 我看選舉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為我過去都很順 嗯 當然我剛才選憲議員選不上 後來選上審議員 然後三次立法委員 有兩次都第一名 然後後來選上台北新憲政 那一路走過來其實還是蠻順的 但是我當我離開政治 在九年級離開政治的時候 我想說政治人物到底是什麼 其實大家很討厭政治人物都是做那個大官嘛 你一路上去都覺得很順利 那你的言行你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其實有人可以說我很八股 我很想說我自己能不能在選舉過程當中 表現出來選舉裡面應該有的第一個君子的風度 第二個大家都要講團結對不對 那所以我講成功不必在我 但有我一定成功的團結 所以我跟大家講我要做Tanko 那很多人講說哎呀你都被邊緣化了 你講什麼話人家不願意聽 因為行事比人強嘛 選舉都是這樣 這個叫人情人暖 那我覺得也很好 人生一定要去體驗一些這種人情的冷暖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你在社會上給大家感覺 政治還是應該有一些可愛的地方 在這個社會上 人生其實有很多時候是要理他 要大我 要有時候要有一點犧牲 OK 那我覺得我們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了解 那另外剛剛就是講到這人情人暖的部分 我這邊比較好奇的就是 像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把這個媒體的美光燈 放在可能郭台銘 或是放在這個 另外一位韓國瑜身上 你怎麼看待這兩件事情 我昨天跟韓國瑜在一起 前一陣子也跟韓國瑜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很辛苦 他背得很重 美光燈對他來講 不見得是一件好的事 反而是一個負擔 OK 那郭台銘我覺得他 真的是使出渾身結束 真的 也等於是三星加財 我覺得他也值得 既然已經付出這麼多 也值得這麼多的美光燈 了解 那我們從政這麼久了 對媒體又那麼了解 我是念福大大船畢業的 我也了解媒體也必須要生存的生態 現在媒體幾乎都很難生存下去 對 所以你從這些體諒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 你覺得一切都是很自然 所以就不會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 例如說 像朱一輪 他就會覺得說 現在這個自己被邊緣化 覺得有點怨恨 然後有一點點就是寒恨 你反而就是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 對他本來就是如此 因為他都很順 那我是經過很多顛波 我還是縣長硬被拔掉不可以選 不叫拔掉就是不讓我參選 我覺得經歷過這一些 那我下來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哎呀 試試看也應該做一個最基本的平凡的人 所以我去做農夫 我去種花 我去做農夫 去做畫家 那這段時間經歷我覺得也很好 其實人生中不一定都要在高高在上面 高高在上面其實你很多的事情 你體驗不到 其實你自己不會成長 但是你可能一下從高處疊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真的 不是高處不勝寒 是低處不勝寒 心裡很難調整 你調整好 其實成敗功過 一切都是過眼雲焉 你到了80歲90歲的時候 你再回來看你 所有做的所謂的豐功偉業 其實也不過就是 煙花一片而已 對我姐 這邊剛剛提到就是畫畫 然後非常多人都覺得 你畫畫的超級好 然後為什麼要跑回來從政 對 這件事情很有趣 又為什麼 我被好多人罵 你知道嗎 好多的這個 有收藏我畫的收藏家 也罵我 然後那個尤其罵 林花銘老師罵我罵得最兇 因為 林花銘老師跟我的過程很有趣 因為剛開始他不願意見我 我是做縣長 他覺得政治人物很討厭 他是因為巴黎的那個排練場被燒掉 過年的時候我去看他 我還記得他站在那個田梗的中央 站在那裡 我車子下來 我一下車就面對他 然後他就走過來 我們他見到面 然後他去到巴黎那個被燒掉的那個排練場 然後我看完以後就跟他講說 我幫你找個家 那時候才剛是幫雲門五級找一個家 各位曉得 在台灣其實是藝術團體 都幾乎沒有家的 沒有自己的地方 那我幫他找了一個家 以後我們就變成好朋友 我有一次在中正紀念堂開花展 他來看我 他說多好 他說我看到你的畫 覺得非常的好 他跟我聊了好久 然後後來有一支我去看他 他雲門五級在那邊蓋 蓋完以後都好了 完工的那個慶典我沒去 因為我不想去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讓他們去分享 就是現任的市長他們去 所以我也沒有去 然後等到後來完工了 差不多有兩三年了 我才去 我記得那是一個 二月份還是一月份吧 也是一樣 林淮銘老師站在那個路中央 我車子停好下來 他就走過來 就抱了你 然後我就說 恭喜 我說終於你有一個很好的家 但是當我回來 決定要參加選舉的時候 我會去看林淮銘老師 他當場就走我 打我 可以一直打我 他說 我叫你不要回政治 我叫你好好畫畫 你為什麼就不定話 我就一直打 一直打 那我就一直笑 他可能不知道 我其實很想 在這個人生中裡面再做一點事 OK 這些事不一定是我 一定表面上一定會去成功 那我是覺得說 去做一些人生中 我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是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對的事情是什麼 對的事情就是說 我在民主裡面 我是不是有一個好的示範 OK 我的態度 像我這次我要做湯科 我到處都是笑嘻嘻的 然後把我自己的理念 可以有機會講出來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一個人可以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平台 大家都聽你說 你到底你的理想是什麼 理念是什麼 你的態度是什麼 很難得 人生很難得 有這樣的機會 我過去做立法委 在台北縣服務的時候 我那時候都沒有 這樣的一個想法 等我離開的時候 我才發覺到 台灣其實最可貴的 就是民主 台灣最可貴的就是 人跟人之間那個尊重 最可貴的就是說 你的付出 而不是你一個人得到多少 然後你高高在上 你有很光的光亮的榮耀 我覺得不是 這段路我走下來 我覺得很值得 我也覺得我人生非走 這段路不可 OK 走完就好 結果怎麼樣 不要去想 所以重點是過程 對重點是過程 對 那剛剛講到民主 這讓我想到就是昨天嘛 昨天才有那個鐵紅公投的 這個算是動員吧 然後我記得你有過去參加 對 那這邊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現在他們 就是您認為 我相信你參加這個鐵紅公投 就是認為說 他們現在民進黨 透過了這樣子的一個修法 把公投基本上是鎖死了 那民進黨他們這邊自己的表態是想說 我們今天在修這個公投的時候呢 是為了解決掉一些 可能上次一二次的時候 他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例如說 都已經排的人太多 然後到最後 已經在開票的時候 還有人在投票 又或者是可能像是 死人連署啊 這些事情 那你假如說這件現在他們 民進黨修的東西不好的話 那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解決前面遇到的這些問題 但同時又讓這個公投不是被鎖死的 我覺得可悲的是民進黨 可憐的是台灣人 你看民進黨他這個公投 當初他去創公投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代議政治 我們的立法院 我們的市議會 他覺得不行 你這個沒有辦法正確表達人民的心聲 所以有個公投 全世界這個公投就是這樣而已 這麼簡單而已 但公投的結果是什麼 你一定要服從 因為老百姓一票票投出 所以你可以11月24號 你去找那個藉口 然後不會去讓公投的結果 變成法律要去實現嗎 要去兌現嗎 這絕對不對的 在任何世界上的民主國家 只要有公投 公投完結果政府只有去執行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去辯解 那你現在講說這公投 怪這個怪那個 其實都錯了 那我為什麼講可憐的是台灣老百姓呢 民進黨其實他現在在走一些 非常可怕的專制 復辟的路 因為現在民進黨聽不 沒有辦法接受人民對他的批評 他完全沒辦法接受 所以電視台 某一個電視台他出來 他要把人家關掉 要把人家罰款做什麼 其實都是錯的 我講一個特朗普的例子 特朗普跟CNN是最對立的 對他們很討厭 他跟CNN的記者是大罵 那CNN記者也是大罵 直接PO Twitter 狂幹他 可是你看美國的政府機關 有哪一個機關對CNN有任何的採訪 沒有 沒有 這就叫新聞自由 新聞機構會被關掉 只有是人民的憤怒 人民說我非常憤怒 我一定要把你關掉 因為你做了不實的報導 你傷害了某些人 所以才會這樣做 否則任何的政府機關 是不可以去干預到新聞媒體 甚至新聞媒體報導什麼 更何況他要不要去看看 三立跟民視是怎麼樣的報導 我覺得這都是有問題的 台灣的媒體現在已經 絕大部分是慢慢被操縱 但被操縱是被裁員操縱 金援操縱沒有問題 如果被政黨操縱 這國家就毀了 所以民進黨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所有跟我說相反的話 我都不接受 我不但不接受 我還惱求承諾 其實我們昨天 看到那個公投法鐵龍話的話 我覺得不是重點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最近修國安無法 包括國安法 我在這裡必須要講 國安法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在中華民國沒有見過 最獨裁專制的白色恐怖 因為國安法裡面 把兩岸的關係變得很奇怪 大陸就是敵國 你只要跟大陸 不管有什麼樣的溝通交流往來 不要有泄滅罪 不要有任何叛國 發動戰爭的罪 這個事實 就可以把它抓起來 就可以秘密審訊 就可以判刑 更重要判刑判著重 你知道嗎 你沒有任何判國的行為 沒有泄滅的行為 它會把你判成什麼 判成是 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而且還加一個罰款 5000萬到1億元的罰款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沒有見過 我全世界都沒有的 我去翻了美國的間諜法 跟判國罪 你知道嗎 間諜法跟判國罪 判國罪是必須要是 跟開戰的國家 或者已經宣戰的國家 才可以當作是敵國 有任何這樣的行為 真正具體發動戰爭 這種行為才叫做判國罪 其他叫間諜罪 最終罰款什麼 1萬美金 30萬新台幣 各位 我們罰到5000萬到1億元 然後人家是5年以上 我們是7年以上 所以我覺得最可怕的 註定還不是 所謂的鐵龍公投 最可怕是 國安法的白色恐怖 那剛剛這邊有講到 就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那你目前你是怎麼看待 兩岸關係的 兩岸關係根本不是民進黨 形容它 我覺得舉個例子 如果叫七七七事變 就是日本人侵略大陸 那個時候叫什麼 那叫中華民國 那時候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軍隊去對抗日的 那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你跟講說 大陸跟台灣是沒有關係 那是錯的 是錯的 而且我覺得 以我們的憲法來講 其實我前一天講一個 叫民有 民之民想 我說大陸是我們的 叫民有 大陸以後的這個政治 我們也要一起去共治 這叫共治對不對 叫民治 什麼叫民想 所有的經濟繁榮 所有的科技的進步 大家都一起來共享 所以我就想說 台灣跟大陸應該是 一起的共有共治共享 台灣跟大陸 這是我的觀念 那民進黨說這個不對了 這個什麼的 民進黨不對 對 因為我們的憲法本來就是這樣寫的 你有本事 你把憲法去改掉 那蔡英文也是天天在講 我們是台灣 台灣是個國家 那中華民國不是個國家 規策蛋 現在的憲法 我們還叫中華民國 為什麼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憲法 其實就是包含 台灣跟大陸 就這麼簡單 那你要不然 你把憲法改了 要不然你把國號修憲改了 否則就是依照我們憲法的精神 而且你改了幹嘛 現在我們跟大陸 最主要還是經濟的依靠 我們跟大陸的貿易順差是最多的 超過800億 跟美國貿易順差多少 是粗糙 超過60億左右 一個叫800多億 一個叫60億 我們還買美國很多武器 平衡下來我們跟貿易是逆差跟美國 全世界如果我們把大陸排除在外 我們的貿易就是大大的逆差 那既然經濟上可以這樣合作 其他有什麼不可以合作 那我要更講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最近去看EU叫做歐盟 我再去看美國 所有跟大陸的溝通跟法律跟來往 他們從來沒有把大陸當作 第一個當作敵國 第二個他們只要為了經濟能夠發展 能夠繁榮 他們都積極地去做生意 互相設長互相投資做生意 那第二點就是說 他們覺得大陸上人權有問題 或者其他制度有問題 他們採取的方式就是持續 有系統的開會跟溝通 而不是說我今天把你關起門來 我去罵你 所以蔡英文做的方式 她的想法跟全世界的潮流是背道而馳 完全是騙台灣人 其實如果你今天把歐美國家怎麼樣對大陸 拿台灣怎麼對大陸 你就會發覺到 我們連歐美國家都不如 更何況大陸其實從1979年1月1號開始 跟台灣就已經沒有戰爭了 那是民國68年 現在是108年 40年前兩岸就已經沒有戰爭了 就開始刪通了 那民進黨在講的是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在騙人 完全在騙人 國民黨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就是說民進黨在騙人的時候 國民黨根本不敢去跟他反駁 他認為說這樣講我們會沒有選票 太蠢了 過去國民黨為什麼輸 就是因為他自己的中心思想不對 他根本就完全關起門來 而且被民進黨圍著打 然後不敢反擊 今天在立法院也是一樣 國安無法這種惡法修法 完全剝奪台灣人民的人權 為什麼今天立法委員 不像過去的民進黨一樣 跟他去對幹 本來就如此 為什麼要沒有聲音 那今天這個國安法修過以後 還有其他的法 民進黨要修 我覺得大家要繼續看 第一個他剝奪我們的這個自由 言論權 還有包括剝奪我們很多人權 他是白色恐怖 所以剝奪了我們的司法的權利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要去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法律出來之後 所有的團體 所有的法人 所有的人民都在裡面 要倒楣的可能都是還有 包括台商 包括我們所有的團體 我在這裡要語重欣賞的講 大家有機會 請大家去看一下 國安法的修正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是要大家好好提出來討論 把這個內容提出來討論之後 就知道民進黨 走的是多錯誤 多反民主 侵害人權的一條路 了解 那這邊剛剛提到說 現在也就是國民黨他們不敢去反對 不敢大聲的跟他翻桌 或者是就是號召群眾上街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假如說這個國安法真的這麼這麼的嚴重 因為 國民黨一直不肯把所有的資源 放在跟人民溝通上面 或許國民黨現在是因為沒有錢 那國民黨在這個階段裡面 就是因為過去 怕民進黨 民進黨好像講說 台獨就是顯學 台獨就是選票的來源 所以就一直被壓著打 也沒有勇氣 這成了一個習慣 這個習慣其實必須要改過 我覺得國民黨在這個階段 尤其到現在開始到明年1月11號 我都覺得這些的論述 這些的話語 都要跟大家來做溝通 而且很坦白的跟大家溝通 你覺得我今天講的不對 就像我今天周西偉在這裡我也講 你覺得我講的不對 我可以跟你來談 我可以跟你來辯論 公開私下都可以 我覺得重點在這裡 你不要怕接受人家的批評 政治民主最好的好處就是說 我講什麼沒關係 你可以批評我 但是批評的如果是公開的 那你理性不理性 或者我理性不理性 你講的對還是錯 我講的對還是錯 我相信外面人一看就清楚 那現在有像這樣 你這樣的直播 有其他的網路平台 自己可以去建立的 我覺得這是很方法的一概念 很多東西都可以經由這樣子 不必經過傳統的媒體 就可以告訴大家 我覺得是對的 有解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就讓我想到 就是你過去曾經說過 就是中華民國不需要蔡英文 這句話吧 那蔡英文他在這個三年內 現在可能快四年了 你會覺得他有哪一個政策 其實做的還不錯 如果講蔡英文哪一個政策 還做得不錯的話 我覺得他 告訴全國的同胞都說 如果絕對的執政 會有絕對的力量 權力 那絕對的權力 是絕對的腐化 我覺得蔡英文是 讓大家了解這句話 是真實的事實 OK 就是體現了一個 所謂的獨裁者的樣子 是 OK 那這邊 這個 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稍微的嗆一點點 他說 針對過去發表仇日言論 但被網友抓到去年 跑去日本玩 針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想要解釋的嗎 我常去日本 我以前我也很多日本的朋友 我們很多的交流跟溝通 這些日本人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甚至我那時候做縣長的時候 我們的老街 我們許多地方的風景區 我們寫著古蹟的再造 我們都請日本的專家 來跟我們本地的專家 一起合作 所以我這些好的朋友 我一直都保持聯繫 這跟我去跟日本人抗議說 他的政府裡面 對台灣 剝奪台灣的漁民的漁權 甚至釣魚台去侵占 變成教科書裡面 他的國土 然後外安婦不肯賠償 不肯道歉 然後河安四平 也要賣到台灣 我覺得是完全兩馬之事 這其實是完全兩批不同的人 有一批是在政府裡面 他是極端派 他甚至有軍國主義者 那這一派 我是堅決反對抗爭的人 那我同時其實去抗爭 也是要抗爭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在這些事情上 從來沒有表態 但是在南韓跟日本 是完全表態的非常嚴重 最近韓國跟日本 還有一些貿易的抗爭 為什麼 因為南韓覺得日本人 銷河安四平給他是不對的 所以他去WTO打官司 結果WTO打官司 日本人輸了 所以南韓可以不從日本 進河安地區的四平 第二個 一個慰安婦 他跟日本人抗爭 他跟日本人抗爭 日本人賠了南韓 880萬美金 道歉超過十次 那我回頭看看我們的蔡英文 說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 然後這些所有的 河安食品 魚泉問安婦的問題 不講一句話 還有謝長廷那個混蛋 在日本 他是在日本想要做日本的狗腿 還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也不敢講 我覺得民進黨是怎麼回事 他是 他是要支持做一個日本的皇民 還是說他今天真正會照顧到 我們台灣人民的權利 跟尊嚴 所以我這件事情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分開來講 我相信大家就很清楚 OK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麻煩 各位這邊你可以快速的點評一下現在的這些潛在的總統候選人 第一個是 蔡英文 專制霸道 恐怖統治 恐怖統治 然後再來是 張亞中 張亞中我覺得 非常棒的一個教授 學術理論中心思想 都有他獨特的一套 OK 韓國瑜 韓國瑜啊 我覺得他有點像 苦行生 苦行生嗎 我覺得他有點苦行生 你看現在他的樣子 他的光頭已經越來越光 然後他臉部全部都瘦下去 然後那個感覺就像 在閉關裡面或者真的苦行 一天吃不到一餐的那個苦行生 但是他有他的心中的一些理想 想要做的事情 了解 然後再來是朱立倫 朱立倫我覺得 朱立倫是從 高處 掉到低處 的一個小鴨子 小鴨子 然後呢 柯文哲 柯文哲啊 我覺得 自視太高 自視太高 然後 掌握年輕人 就掌握了天下 下一個是 你覺得 你當總統 跟其他的國民黨候選人當總統 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不一樣就是因為我在民間做了農夫這幾年 然後我自己過去也曾經在萬商公司做事做了七年 我是可以非常國際化也非常本土 那我自己過去的專業的知識 我的經驗 最重要是我追求事情的 那個 嚴苛的程度 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有絕對的魄力跟決心 去把它做到 就像我要整治太北縣的乾淨的環境跟水一樣 我只要上來我講說我要做 我們就開始拿全台灣 每一年都拿到最乾淨的程式 河川整治每一年都拿到第一名 我敢去拆32家殺死場 別人沒人敢拆殺死場 我敢拆 我也敢拆違章的工廠 新店的陽光公園 我就拆了300家的違章工廠 我每一年大概關掉100家違章有污染的工廠 我想做 我覺得該做我就敢做 但是我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苦民所苦 我永遠知道 台灣每一個角落裡面 有哪些最辛苦的 我會去走到那裡 我會不關心他 我會把政府的資源給他 台灣這個社會 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治理 主要你是要將心比心 你要用心 你真的要苦民所苦 跟人民在一起 不要去打那個高射炮 而且我覺得台灣的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就是所謂基礎的建設 比方講交通很多部分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除了偏遠的地方 我們需要加強一點 不需要再花那麼多的錢 去在上面做基礎建設 我覺得應該放在關心人的 比方講教育 真的小孩子的教育 所謂的年輕人的教育 跟未來的科技的發展 需要去培育人才 再做補習的教育 專制的教育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環保 我們的減碳要去做 更重要的是 國家如果有資源 其實國家也必須要有 一部分的資源 幫助真正沒有辦法維生 沒有辦法生活的人 台灣的角落 我評估 生活在貧窮縣的是 380萬人以上 生活在貧窮縣 那飢餓縣的楊智良講過 在180萬 政府必須要照顧到他們 然後讓他們再站起來 再重新能夠有力量 自力更生 但是在他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幫他 尤其我現在看到 年輕人的事情 郭董講的角度是對的 因為我比他還早 就講了這個事情 我在去年我就講 年輕人你要讓他好好的發揮 你就必須要幫他 照顧到小孩子 如果他的收入在每個月 一個家庭在7萬以下 一個小孩子就補2萬 那預算政府絕對做得到 少買幾家 那個打不了仗的F16 這些年輕人的問題 都可以解決 OK 剛剛提到的這個 就是年輕人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我們自己 這邊的觀眾 或是我自己很在意的 就針對 我覺得 壓垮很多很多人的一個 很大的地方 還是來自於 就是你今天你要 一輩子你就知道買房 那像我最近我身邊 開始有人陸陸續續想 然後準備開始買房子 去看房子 然後發現 哇 就是台北也會覺得 嗯好像不太行 或是我身邊有一些 算是 事業也蠻成功的 經紀的朋友 他們去看房子的時候也覺得 台北真的還是買不起 他們已經是非常有錢的人 是 那你覺得 要怎麼樣去解決 這個高房價的問題 做都更啊 做都更 尤其大規模的防災性的都更 最台北最需要 因為台北是一個盆地 對 不然疫情還比較嚴重 那太多老舊的房子 你只要做都更 都更把樓房能夠蓋高一點 嗯 使用那面積 大家都能夠使用一個真正安全 宜居的環境 我覺得都可以做得到 台北大規模做都更 新北大規模做都更 然後桃園再好好開發 光這三個區域 我相信 供給量大增的時候 需求量還沒有 還是維持原狀 房價一定會往下掉 用這種方式 供給跟需求的方式 絕對可以調整房價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把 台北市的政治中心 像我主張 總統府要搬到台中去了 不要把所有的經濟的壓力 工作的提供 通通在台北市 這個負荷太大 不對了 要移開來了 所以新北跟桃園 都是一個很好的集合 如果你真的供給 大於需求許多 加上現在有房率 大概應該超過80%以上 這種問題一定可以解決 那真的不難 這做兩件事就好 第一個就是我講的 大規模都更 房子馬上就會增加 增加一下房價往下跌 第二個就是 從台北市開始做疏散 台中現在的環境也很好 我覺得桃園也很好 新竹也有些地方 我覺得很不錯 那高鐵 把票價降低一點 來回通車 一切問題也可以解決 所以我覺得 把經濟的發展 文化的發展 政治的發展 往外移 那其他地方 就更容易找到 年輕人的工作 我覺得這邊 我聽起來的感覺是 它的道理非常的成長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 就是學獨立計畫 所以我也能夠理解 不管像是剛剛講 infrastructure 然後政治中心 轉遍你這些問題 可是如果它這麼簡單 但它現在卻沒有辦法 被執行出來 它代表它的執行的複雜度 一定有某個程度的高點 讓它無法跨破 那這時候 你要怎麼去說服大家說 我今天上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run下去 我做過現場 我們的都根 副都心 頭銜 心電 板橋 都做得非常成功 那在那個時候 我已經發覺到 雖然成功 為什麼還是這麼慢的原因 OK 我們政府立了太多的法令 綁住了 你動則德 你根本就走不動 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把那些不合十一的法令 綁手綁腳的法令 全部廢除掉 你只要廢除掉 所有的人就可以自然發展 我跟他講說 都根 跟申請建造 只要做一件正面表列的事情 就是說 這邊 你什麼都做到了 我就可以給你了 當然你不可以做的 法令早就規定你了 所以你來申請 你什麼都可以做到了 然後建築師的建築圖出來 然後我們給專業的人去審 我們自己只要正面表列 告訴你 你主要如果符合這些條件 我就讓你蓋了 我就讓你做了 不是那麼複雜 在國外就是這樣審查的 那 我們變成一個人質的社會 所以所有的人都走不通 我們編了很多的法令 讓自己可以 讓所有的申請 建造的時間拖長 或者做不到 你知道 我們Google 以現在的法令跟速度 大台北地區 台北跟新北 都更完畢 要上千年 這些通通把它廢掉 絕對做得到 那你問我說 周系委你能不能做到 我如果今天還是直轄市市長 我絕對會把這些法令直接廢掉 經過議會同意就可以了 所以這比較是從大政府思維 轉到小政府思維的一個方向 然後再大對法令的一些結合這樣子 你有沒有哪一個政策 或是哪一個政見 就是假如說你最後意外的沒有當選 但是你會希望這個執政者 或是當選者 他能夠拿去好好參考 我覺得就是 我們的生活環境一定要改變 因為大家都在講到減碳 我們不管減碳 大家都講到生活上的這個乾淨 自然美麗 也沒有在乎這些事情 那大家講說文化應該跟自然 才是我們生活裡面最重要的兩個元素 但是我們也沒有把這些事情好好做好 我比較在意的是 軟的那一面 內涵的那一面 我不是在意那種高樓大廈 那種 聲光的這種科技 跟未來的科技 許多很炫耀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 人是要 最後要回歸到自然 那在我們生活環境裡面 唯有自然跟文化 它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讓我們生活很舒服 我覺得人才會快樂 才會健康 從一開始的訪談到現在 我都發現就是 虎哥你很在意環保這件事情 在意土地 在意環保 那麼 你怎麼看待現在的能源政策 或是 你覺得這能源政策 有沒有什麼叫修改的地方 比較靈靈的方式 兩個字啊 就是啊 OK 第一個 全世界都跟你要求你 不能再增加碳排放 你拼拼搞那麼多火力發電廠幹嘛 這跟全世界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嘛 第二個就是說 你燃煤裡面那個PM2.5 跟汽車的燃燒排出來的PM2.5 那 Superfine particles 超微粒的那個懸浮顆粒 我們吸進去 就到我們的肺 血管 心臟裡面不動 就停在裡面 爬在裡面了 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去解決的 而且最近的醫學報告講出來 這些最微小的懸浮顆粒 影響最大的是小孩子 小孩子他會隨著跑以後 還會到他腦 會影響他的智能的發育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事實 為什麼我們不去改 另外我又覺得說 台灣四周都環海 為什麼不用波浪發電 波浪發電高低差 起伏 擠壓 都可以做 台灣到處也遞熱 遞熱也可以做 為什麼一定要去裝那麼多的 鋒利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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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那些東西 然後 太陽板本來也就有問題 我自己也裝太陽能板 我裝了50萬 結果發出來電能做什麼 我跟你講 就開燈或者電風扇 連一台的冷氣也發動不來 這是事實 為什麼大家去騙別人 現在沒有錯 現在太陽能板的科技 已經慢慢進步了 那鋒利發電 大家也覺得說真的乾淨 能源可以去做 可是你與其花那麼多的錢 為什麼不去看到我們台灣 現有的能源可以利用的 而且他們講說 那科技還不夠成熟 科技不夠成熟才是我們的機會 我們好好去研發 海洋的那個資源能量實在太大了 而且你不會有停電之餘 絕對可以做的 我們從研發開始做 然後做零組件 對不對 做產品 然後做應用 然後做外銷 這將來可以成為台灣最強項 那地熱也是一樣 地熱本來就可以做 地熱是因為我們的礦業法裡面 把地熱不算成一個資源 這是多愚蠢的一個政策啊 所以這個把它改過來以後 我們地熱當然可以發展 我覺得蔡英文 根本就是為了要廢掉核能場 所以趕快趕快怕缺電 趕快把這些東西都做出來 但這些東西都做出來 絕對是一害萬年 我們中華民國在全世界 也不會受到人家的尊重 因為全世界都認為 減碳排是每一個國家都該做的 我去看EU最近的報告 我去看美國最近的報告 我去看日本最近的報告 我把這些報告通通拿出來 看能源政策 我告訴各位一點 如果會增加碳排的火力發電廠 都是大家要求要去減少 所謂的燃油的汽車 都要求要轉成電動的汽車 這是電動車 大家都是一定的趨勢 但我們政府你看到電動車有什麼鼓勵沒有 沒有吧 電動車有什麼主要去研發政府能夠協助的 沒有啊 所以我就想說 這群不但是蠢蛋 而且是專門幹錯的事情的蠢蛋 就是民進黨的政府 我現在講的這些事情 全世界都在做 我希望大家看一看全世界在做的 尤其在歐洲 尤其在北歐 你要佩服那種天寒地洞 環境那麼差的國家 他們反而對環保是最重視的 現在的這個風力的發電 他們其實也是來自北歐 對 但是我去看過北歐 他們的一些做法 他們一定有一個計畫 就比方講 現在在歐洲 或者北歐 他們大部分都還是有核能電廠 他們核能電廠的廚藝是有一個時間的 他們認為天然 其他天然能源上不來的時候 他才會一直維持 但等到上來的時候 他會慢慢再消減 但他也曉得天然的能源 是不是能夠真正完全足夠的提供電力 不需要火力發電 這個他們也有一個比例上的思考 像我們的比例可以到50%以上 火力發電 我覺得這是很荒謬的 這是沒有國家講說我未來是這樣子 這是絕對沒有的 很多火力發電的這個狀況就是 大家其實不太知道 現在的主流發電是火力發電 大家很多人都是以為說 現在主流發電其實是來自於核電 不是 對 但事實上不是 就是在上一次公投做調查的時候 發現了這件事情 那 那個 土哥你這邊是怎麼看待核電的 我覺得核電如果真正能夠把它維持安全 不過很多人講 那你怎麼確定它一定安全 那你看核一核二 核三場就知道了 對不對 它已經多少年了 那核四當初用的是記憶的設備 那記憶設備大家也曉得 世界上就足夠安全 而且在這上面 我們的確做了很多努力 我當時做現場的時候 我對核四 我是要求很嚴重 我們要去檢查它環保做什麼 我們罰了它十幾億 罰了它十幾億 不是說我不讓你做 我讓你做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那個安全 跟環保的標準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要求台電 你一定要每一年都要做核安演習 而且核安演習要做到很大的範圍 因為真正核市場 如果發生事情 會涵蓋到一部分的台北市 跟大部分的台北縣 就是現在的新北市 所以我那時候要求他們要做核安演習 而且要貫徹 可能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在做 因為在這個階段裡面 你還是需要它 它乾淨 而且它成本太低了 成本低 所以這個階段是必須的 所以只看怎麼去做一個組合 那至於說一昧地去說 我一定要反核 做非核 在全世界真正科技發達的國家 重視安全的國家 這種觀念是錯誤 OK 好 最後一個呢 有一個人他問說 請問虎哥有沒有什麼 歌想要對我們觀眾唱的 聽到嗎 我想說可以做為一個 最後的結尾 我 其實今天的聲音真的很差 但一定要我唱歌 我就唱一條 我一直很喜歡的英文歌 就可以把它改一改 OK 那改一個 我就想到 韓國瑜講的征服宇宙 哪一首歌 那其實有Fly me to the moon OK 那我覺得 這條歌我為什麼一直很喜歡 因為很浪漫 更重要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 一個 很幻想的浪漫 因為 他還提到了 這個火星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不唱 因為我聲音實在很差 請多包涵 我昨天私喊的太多大概 哈哈哈 OK 因為有機會再唱 但是我覺得 唱歌是 你知道唱歌是 所有健康活動裡面 包括運動 包括什麼 唱歌是 醉人偶讓你健康的活動 你知道嗎 這我不知道 真的你不知道啊 這個我不知道 各位有機會就唱歌 好聽難聽有什麼關係 自己唱為自己的健康唱 為自己的心情來唱 我覺得都是好事 OK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訂閱或按讚我的頻道 那接下來我們還會繼續收集其他的總分無限寶石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大家掰掰 OK 掰掰 好的今天這個虎哥訪談沒有意外的話呢 應該是總統無限寶石系列裡面 國民黨參選人的最後一隻了 看了這麼多藍營政治人物的訪談 我是真心覺得 他們真的很不整蛋 明知道坐在很旁邊的人立場 可能跟你不太一樣 搞不好在聽的時候 心裡面會一直出現不同的聲音 但他們還是可以很有自信的看看一看 把自己的理念講得頭頭是道 可惜就是 我覺得 這樣的對話模式 有時候恐怕還是很難說服不同立場的人吧 或許是他論述的方式 比較沒有容納其他立場的空間 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已經慢慢的定行 所以最後好像還是停留在窒息的階段而已 不過我自己也覺得說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大概是25歲左右吧?規定了 人生步調跟工作圈 都會慢慢進入一個比較特定的節奏 思想跟個性也會越來越定義 那更不用說像是藍、綠、白、黃 還是橘色的那些政治人物 他們一天到晚就是進行在自己的幕僚圈、同溫層 為了特定的意識形態或者是理念的奔走 要說這樣子不好嗎?我覺得道理未必 因為要是政治人物自己心中沒有一套堅定的價值觀 大概就像一隻沒有核心價值的變色龍 不要說民眾會對這樣的人無所自從 光是他本人每天就要一直毀滅、重灌自己的三觀 那這大概也是很受理的 有人覺得這代表政治人物都很爛跟民意脫節 只會亦幹自己的想法、強加在大家身上 但我覺得這話可能只說對半 或許我們可以回到市場基地來理解 與其說他們跟民意脫節 我反而覺得不管是哪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人物 他之所以能夠站出來 而且獲得部分民眾的支持 那就表示他的理念、想法 至少還是反映出了某部分民意的心聲 那就像是虎哥剛好講的 他自己對中國的認同我覺得真的很強 因為自己身邊的同文層比較少有像他這麼強烈的 這部分真的是很有趣喔 從很多的研究看來 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其實是非常活動的 有些人就像他一樣,認同超級強 但也有些人認為盧溝橋事變、國共內善 這些都跟台灣人無關吧? 為什麼要把我牽扯進來? 那更多的中間選民可能是覺得自己身上 有部分的中國文化 但他們對中國的認同程度 取決於中共的政治現況 以及兩岸之間的交流關係 那在政治中最大的爭解點呢 就在於大家喜歡現在的民主自由 所以一旦傳出像是再教育營、社會信用制度 一國兩制破滅的這種事情 甚至中共勢力不斷的禁閉台灣的時候 大家就會變比較恐懼 然後減少自己對中國的認同 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威脅感是非常深刻的 因為我們就在中國的旁邊 而且中共明顯有統一我們企圖 所以把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拿來跟台灣比,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而我自己是覺得 作為一個總統級的政治人物 除了為自己所反應的名義發聲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也要去試著跟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溝通對話 盡可能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 無論如何,我覺得先跨到討論層 直接傾聽還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不管認不認同 至少我們都能夠開始理解 對方為什麼會這樣想 然後一起唱歌聊天 欸,好像距離就沒有那麼遠了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的總統無限寶石 也還會繼續訪問其他黨派的候選人 那就再請大家使徒一呆囉